長庚的宿舍竟然有免治馬桶耶 真的很扯 我們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葉草 真的好久不見啦 大概兩個月還三個 四個多月沒有拍新的影片了 那因為中間發生了很多事 不管是家裡的事還是學校的事 還有醫院論文的事 中間反正就是很多事情卡在一起 所以一直沒有時間拍影片 因為拍影片的時間成本真的很多 所以今天終於找出一個空檔來拍一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介紹一下 就是我這一年住的長庚醫護宿舍 那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拍呢 因為我們五年級的見習呢 只剩一個禮拜 就是這個禮拜是最後一個禮拜 那中間會有一個禮拜的暑假之後 我就進到大六 那進到大六之後呢 我就會到外面跟其他人一起住 就是我會跟我其他同學搬到外面去住 那就是自己租一個家庭式的房間 那到時候再開箱給大家看 那今天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這個 醫護宿舍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就是很熟悉的那一面牆 就是我每次拍影片的話都會坐在這邊 對都會坐在這邊 然後呢就是這邊就是我放相機的地方 可以看到就是說這是我的腳架 對然後呢腳架放在這邊以後呢 可以看到說上面這裡有一個光打光的地方 對就是這個是一個打光 就是因為原本這個光線不好 所以我就把這個加了一個這個燈可以打光 讓我的光線會比較俗一點 所以這就是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冷氣下面的這個雨衣 就是因為長庚的醫護宿舍有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就是它的冷氣是可以開免錢的 就是我們不用特別去付電費 然後所以冷氣是可以開免錢的 但是冷氣開久了以後呢它會滴水 所以呢就只好讓那個水從這裡滴滴滴 然後沿著這個雨衣這樣就是流出去 就不會滴到整個地板都是 所以就是當初就是弄了貼了這個雨衣 就是為了要防止它的滴水這樣 然後這是我的座位 那我的座位之後呢 我們還有就是我室友的座位 然後其實空間整個還蠻大的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空間還蠻大的 那這間宿舍本來是四個人住 但是我們現在只有兩個人 然後為什麼只有兩個人 就是因為有些其他同學是住外面 然後因為住宿舍不用錢 所以我們就有一些人頭可以讓我們 前面的宿舍 然後呢它那個宿舍是兩間連在一起的 就像這樣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就是這裡是另外一邊 所以呢就是這樣子兩邊連在一起 浴室的地方是共用的 但是呢門可以鎖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門鎖起來 然後就到不了對面 那反正呢我們就是我們的宿舍就是兩邊這樣 然後八人房 然後只住了三個人這樣 就是我們大學的室友 然後另外一邊呢 這個地方呢就比較是另外一個室友 他就自己讀書比較安靜的地方 那有些時候呢會在這邊煮飯 就是煮一些有的沒的 就是這裡有一個算是一個小廚房的概念 然後跟冰箱這樣 那所以差不多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年住下來的整個 整個那個空間是蠻大的 對然後很神奇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廁所是有免治馬桶的 我們的那個是有免治的 就是 對就是有免治馬桶 所以還蠻方便的 然後另外就是浴室的地方呢 就是有電熱水器 然後所以完全不用擔心 冬天的時候沒有熱水 對啊所以 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就是 就是長庚的醫護宿舍 那醫護宿舍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距離 呃 醫院還要騎個十分鐘 然後出去的話就可以看到說 呃 這是外面的地方 然後 呃 這裡 這裡是 呃 洗衣間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晾衣服 然後飲水機 然後 外面就是機車亭 可以看到就是說 現在天氣不是很好 然後出來以後 就是 機車亭的地方 那 前面那個地方 那個亭子那裡 就是我們的 後車亭 那 校車其實沒有很多啦 所以 有些時候我現在都是騎摩托車上班 就是直接去醫院 那 機車停在外面還蠻方便的 所以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整個宿舍的情況 那 對了 有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現在 我的IG 最近剛好破1萬人訂 1萬個粉絲 所以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大家可以去我的IG追蹤一下 應該會 我會把那個 Hashtag 放在 名牌放在這邊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追蹤一下 那 差不多就這樣 之後呢 還會陸陸續續 開始有更多 穩定的影片傳出 不會再消失那麼久 那 呃 如果搬到新家的時候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 可以怎麼做什麼菜啊 對不對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做的 吃的東西啊 或者是 調的飲料之類的 那就 這樣囉 拜拜